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顾一下上一讲我们讲的内容 所漏增长模型对穷国赶超富国的能力 做出了有说服力的预测 我们这个地方就有关趋同的概念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各国最初有穷富之分 但是如果其他方面一样 所漏模型预测人均收入总会趋同 最初贫穷的国家 其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最初富裕的国家 联系所漏增长模型来看 最富裕的国家们其实看上去已经趋同了 也就是说1960年相对富裕的国家 之后的人均实际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 也是没什么差别的 不过那些比较穷的国家 人均收入似乎就没有出现趋同的趋势 且最穷的国家似乎离最富裕的国家越来越远 也就是说证据表明有些国家再趋同 有些国家已经趋同 而有些国家越来越发生背离 假定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 特别是在他们的技术方面 那么所漏模型的预测就与世界各国收入的分布方式不完全相符 但是如果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技术 这个时候结果将是怎么样呢 如果在某些国家因为技术变迁而遭受损失的群体 有权阻止新技术的应用 就会出现上述情况 如果不同的国家设置不同的技术的应用的障碍 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异 就可以用与模型一致的方式来解释 用于解释各国生活水平持续存在差异的另一类模型 是内生增长模型 在本章我们将介绍一个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 来说明这个模型的一些预测 是如何有别于所漏模型的预测的 我们要分析的内生增长模型 要说明技术和教育的积累对经济增长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要利用这个模型 评价政府的经济政策 会如何影响配置给技能和教育的资源数量 以及这些举措又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事实上 内生增长模型预测 人均收入的差异是永远存在的 这个模型指明了一些因素 这些因素对于解释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 生活水平的持续差异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各国间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收入增长率的统计数据 使我们了解到世界各国生活水平和增长存在着巨大差异 我们也很想知道 这些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 其原因又是什么 现在我们对趋同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所罗模型对穷国赶上富国的能力 做出了有说服力的预测 他认为 如果假定两个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 也就是他们在应用的技术方面 以及劳动力的增长率与储蓄率方面都是一样的 那么穷国的人均收入最终将与富国的人均收入发生趋同 不过最初穷国的劳军资本水平高于穷国 给定劳军生产函数 富国的劳军产出量也将高于穷国 所罗模型会预测 两国会趋于相同的劳军资本水平和劳军产出水平 最终穷国在生活水平上将赶上富国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 穷国和富国在长期中也有相同的产出增长率 因为他们都等于相同的劳动力的增长率 所罗模型预测总产出在长期中 也将按照劳动力的增长率来增长 因此若富国和穷国有相同的劳动力增长率 他们的长期总产出率也将相同 假定富国和穷国最初也有相同的劳动力水平 则如模型所预测的总产出的增长路径 在长期也是一样的 下边这幅图给出了富国和穷国总产出水平的 自然对数长期增长路径 那么由于总产出它的增长是一个指数形式的 那么为了我们把它线性化 我们求一个自然对数 这个时候它的长期增长路径 就是一条具有固定斜率的直线 那么我们会发现富国和穷国 它的总产出的增长速度 由这个路径的斜率表示会不一样 富国它的增长的速度斜率会低一些 而穷国的增长速度也就是斜率它会高一些 最终两者都会趋同到这条长期的增长路径上 于是两者的总收入也发生了趋同 那么如果这个趋同是有差异的话 也就是因为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不同所造成的 如果两国在技术上并无差异 索罗模型就会预测 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都将发生趋同 然而我们也可以设想各国并未获得相同技术 那么至少有两个原因会导致这一情形发生 第一个原因 存在着阻碍新技术应用的障碍 而这些障碍在各国间又有所不同 同时由政府实施贸易限制而产生的进入壁垒 保护国内行业免于国外的竞争 阻碍技术应用的障碍的出现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实施让工会更容易成立的法律 并赋予工会更大的权力 于是这将会使工会发现阻止新技术的引入会变得更容易 强大的工会可以通过谈判为其成员争取高工资和高福利 还会想办法阻止其成员因新技术应用而被迫失业 因为新技术的应用会让他们的技能出现过时 同时由政府实施贸易限制而产生的进入壁垒 保护国内行业免于国外的竞争 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削弱了这些行业中的厂商 开发更具效率的技术的积极性 由于各国阻止新技术应用的障碍各异 以致全要素生产率各不相同 生活水平也就无法实现趋同 为了分析上述机理 我们可以看下边这幅图 世界上的技术水平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利用技术水平的程度不同 那么不妨假设富国利用技术程度要高一些 那么技术水平由ZR来表示 而穷国用ZP来表示 那么我们会发现利用上一档的知识 这些不同的利用技术水平程度的国家 他们有不同的人均资本存量的稳态值 进而也有不同的人均收入的稳态值 当然我们也假定这三个国家 有相同的人口增长率和相同的储蓄率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不同 而造成人均收入的不同 如果各国人均收入的差异的部分原因 是存在着技术应用的障碍 那么应该提出什么样的举措 才能让穷国赶上富国 课本上给了我们三条建议 第一条 政府应促进厂商 加大竞争的力度 第二条 政府应推动自由贸易 第三条 政府应当使生产自由化 第二条 政府应当使生产自由化 最为安全的法案 第三条 政府应当使产照 内部不宗有词 这条 政府应当使用 第三条 政府应当使用 内部不宗有不宗有 因为我们的最后 航空的产照 这条 政府应当使用 如果您可以 你看可真儿肯 或者是没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